维多利亚省政府居然曾经秘密把700只五尾熊安乐死 而最近呢有五尾熊数量激增 粮食短缺 结果呢当地政府决定对五尾熊健康来进行评估 将对呢受重病也放之后 那已生存的五尾熊进行人道毁灭 霸在树上懒洋洋的模样看起来相当可爱 五尾熊是澳洲的国宝之一 每年吸引大批外国游客前往一睹五尾熊的风采 但最近这传出部分五尾熊可能遭到政府安乐死 大片树林变得光秃秃 找不到食物的五尾熊只能挨饿 这里是维多利亚省奥特威角 五尾熊的重要息息地之一 但由于五尾熊数量聚增 粮食供不应求 导致许多五尾熊和其他动物挨饿 当局最近正对他们进行健康评估 身体受伤或身患重病的五尾熊可能被政府人道毁灭 当地五尾熊密度一度高达每公顷20只 因此维多利亚省当局在2013年到2014年间 就曾秘密将700只五尾熊安乐死 为了避免五尾熊数量过多 再度引发粮食短缺的问题 政府打算再寄出人道方式安乐死 让病重的五尾熊免于受苦 但这项行动已经引起动保人士不满 认为政府应该解决数目不足的问题 而不是拿五尾熊开刀 记者许台湘报道